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這一集《跨代木談》 我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梁國全傳導 這集是説誠福的誕生 什麼誠福?誠史福音市民教會 不,就是城市福音教會 這集請到許人豪,或者許牧師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許人豪牧師,城市福音教會創辦人 不經不覺我們在旺角已經是第十三個年頭 很開心在旺角角網絡當中能夠認識到郭全興 因為見到郭全興做網絡是非常欣賞的 特別是做中央的事,他永遠都是不為於力 所以他一叫我來,我就馬上來了 其實我很開心認識許人豪牧師 亦都很欣賞特別是許牧師在旺角網絡 他教會的網絡是成福的事奉 和教會對社區的心 和傳福音和年青人的心 對於成福的發展,我自己都很留意 特別是近來的成福發展 不過要了解在旺角區,城市福音教會 我想許牧師,你分析一下 其實成福是怎樣開始的呢? 我想每一間教會開始都是神的呼召 再配合一個時間的問題 因為當時我在一個中派服侍 面對不同教會舊有的問題 傳統等等的事情 剛巧由於中派要買一個堂紙 所以我們就有機會思考,到底我們繼續留在中派 還是中派亦都讓我們考慮 我們可以成為一間獨立的堂堂 所以在那時不斷地在討告 以及一群電影姊妹,我們應該怎樣去向呢? 再三面對教會的問題的時候 的確不想再重重覆覆去彈回這個老吊子 為什麼呢? 很多人當我們即使是直堂的時候 即使出來開教會 我們都會想 我們會不會回去以前以建築物為中心的堂會呢? 即是抗堂啊? 沒錯 我告訴你,我在中派服侍 大部分時間都是處理這些問題 開會、建築、設計、籌款、交代等等 一個項目下來就兩三年時間了 然後停一停,第二個項目就開始了 所以周而復始以建築物為中心 不單止要維修、保養、構置各樣的事情 一個大座堂式的建築 需要很多人力資源去保養、去顧色 所以我們當時面對很多的問題 就是一路做下去很掙扎 就是教會很多資源都放在建築物上 當我當時有些項目有心 甚至有些項目很想去宣教 但是都是因為 我想這些都是輕重的焦點問題 都是覺得建築物好像比較重要一些 所以大量的資源放在那裡 反過來做宣教工作 就變成被剝削的環節 作為前線的目者看著這些 其實是很心痛的 所以另一方面 也是面對架構從上而下的一個本來模式 無論大卿之會多感動 多願意毀身 他們多願意犧牲擺上 但是都是由於上面的人 對整個規劃、看法 但是他們判斷認為這個時候不適合宣教 其實你問我也不知道哪個時候才叫適合 不過那些從上而下的管理架構 的確是面對很多灰心沮喪的位置 另外就是那些福音工作 往往你叫他開始一些新的事事 嘗試一些新的福音工作 你不單要有一個很周長的計劃 你要提到上面董事、執事會來談 往往你一個很完美的計劃 回到來 可能七節是很好的 六節是正常的 三節叫做給你一個機會做 也是很好的 是願意的 但是連年都是繼續要做福音工作 但是連年的福音工作都是很相類近 都是這樣的模式 另外第三就是 當時王國剛剛興起一個行人專業區 我們發覺整個社會都在改變 社會的氣氛亦都在改變 街頭的事情開始有很多出現 特別是隨著行人專業區 我記得有一段時間 basking好像全港周圍都是 在那時候我們很想做這些事情 不過你知道在傳統教會裡面 都有些限制 他們不了解、不認識 或者根本沒有人做過 他們有很多憂慮、擔心 會引起混亂、社會問題等等 治安、各樣 所以這些考慮 都是令到教會卻步放棄了很多福音的機會 不過在這裏回應一下 許穆斯利 我覺得現在不單止是13年前 目前我們面對的處境 都是不斷在考慮 唐會的建築文 以及宣教、教會的群體的平衡 不過我覺得特別對於許穆斯利 都是一個很前線 以及考慮到以人為本的宣教 我們需要在這些位置上 我們有更多的探索 教會會不會因為建築物的建立 而忽略了眼前的福音工作需要 等於愛倫社一樣 我們如果是看到 但我們的感動是藏起來的話 也是聖經耶穌在廣外人社當中的一個給我們的提醒 不過許穆斯利 我也是覺得 當你說到旺國行人尊重區的時候 我就想起旺國人群 我記得你教會做了很多街頭、公園的工作 或者繼續跟我們分享一下 所以我們就開始同一班電影節目 就著區會提出的 他們需要埋了一個堂子 我們的去向是怎樣呢 經過我們有兩年的祈禱 2006年我們開始收到這個消息 到2008年我們就有一個決定 就是我們決定出來旺國開一間城市福音 那顧名思義我們為什麼叫做城市福音呢 第一 當我們查看聖經的時候 我們都發現 很多地方的教會都在城市裡面 是的 所以我們想著 如果我們要開一間教會 我們都希望在這個城市的中心 那麽教會也都是建造在盆石 是陰間的權勢不能勝過 我現在在這裡祈禱 在這個城市裡面哪一個地方呢 比較陰間的權勢比較猖狂一點 比較過分一點 油尖旺也挺多人 所以我們在這裡祈禱會不會是油尖旺呢 所以我們有這個意念 開始有密集一個地方 那時候旺角其實是很吸引的 因為行人專用區 我每一次走過 我都發覺 哇 那裡真是一個很美好見證主的地方 是 因為引流穿梭 每天一千上萬的人經過 那麽教會不是在那裡 我那時候經常想法 那裡有個教會就好了 不過那裡的租金很貴 所以我經常都羨慕王朕 因為他們在那裡 那裡是 我們找了遠一點 不過我們後來都在行專用區做一些工作 那籌辦教會的時候 我們很想成為一間是什麼呢 不是純服執事會 或者不是純服董事會這些架構的教會 我們很覺得教會最重要是純服神 所以我們幾年都在學習如何集體聆聽 一起來討告 一起來分享 到底上帝想我最想我們做的到底是什麼呢 那麽也都是這樣 不斷地去問 是問弟兄姊妹神在你的心裏 不想我們做什麼 不想我們做什麼 那麽慢慢呢 弟兄姊妹就一邊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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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了兩年才去行 那麽說了很多 說了很多 以到走的時候 弟兄姊妹覺得 終於都走了 就是準備夠了 沒錯 就是get ready的姿勢做了很久了 是的 沒錯 大家都覺得準備走了 而且走的時候 大家已經說了很久 如果出去我就會做什麼 如果這樣的話我就會做什麼 那麽我們說我們等 我們要找地方 我們要籌款 我們要預備 我們要等神開路 但是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們就發現一邊討告 一邊回應上特的異象 是培育到弟兄姊妹對異象的熱情 他們很積極 他們很想做 第二就是我們希望是一間熱愛靈魂的教會 因為不單止只是做福音工作 有時候我們做福音工作 我們不是很愛靈魂的 好像有先言 我們都愛數字的 我們看一下有先言 好啊 好啊 沒錯 成福誕生的時候 就正如我剛才所說 因為經過討告 我們是一間充滿熱情的教會 我們說既然要做 就是一間熱情的做 不要冷冷冰冰 不冷不熱 信心 是的 積極的信心是很重要 不單止對神的 我覺得對人也是很重要 我看有時候教會 無論是栽培我們的下一代 或者給機會我們的下一代 有時候都存著一個負面的信心 我覺得應該要交棒的 覺得要給機會的 不過就覺得 他們有很多問題 很有亂 看得不夠闊 看得不夠深 考慮得不夠周長 所以對人有積極的信心 是我們很想建立一間這樣的教會 熱愛靈魂 我們認為福音工作不是數數目 不是計數字 是熱愛靈魂的人繼續做的工作 做的目的也不是因為有數字 也是因為我們很熱愛靈魂 這個確實是我們需要的 我們不是一個社團 是的 沒錯 所以基督門徒是另一個方向 如果不是以助堂為中心 我們建立的到底是什麼呢 建立的就是耶穌的門徒 第三 如果不是以助堂為中心 其實我們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為了擴展上來的 很喜歡你的宣言 謝謝你 我現在這樣說 我真的不禁要讀一次 我覺得很好 我們是一群對神充滿熱情 滿有積極的信心 和熱愛靈魂的基督門徒群體 去擴展神國 Amen 沒錯 我們祈禱裡面也有一個圖像 挺有趣的 固然黃色和藍色其實不是刻意 那時候的 首先我們很強調 這個Logo是13年前的創作 顏色也是 城市是灰的 實在是一群有君尊祭師聖結的角度 所以我們用金黃色做一個手字架 但其實一個圈圈一個圈 都是代表人 团契 固然是团契 當然我們進入這個城市 就是人頭的 好像那些人正在走 沒錯 我們進入這個城市 希望轉化這些藍色變成黃色 我這個Logo 我真的很喜歡 我覺得你們真的很有心思 多謝主 鄧兄姊妹真的很有心思 抱歉我之前也沒有留意 不要緊 我都很少說的 這些都是提醒我們 經常告訴我們 我們其實是一個怎樣的群體 我們存在的意義和目的到底是什麼 如果我們回去儲了一筆錢 然後買了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在裏面做各類型的表演 做各類型的活動 然後外面的社會發生什麼事 面對什麼困難和問題 我們全部都不知道 不管它 我覺得很可惜 所以一間向外的教會 一間面向城市的教會 一間進入人群的教會 一間在人群當中 與別不同的人 是成福建立的時候 一個很希望的方法 所以就是在城市裡的福音 福音也是我們考慮了很久 因為不同的教會創辦的時候 主要都是一些神學的理解 分歧 所以有新的教會誕生 是因為有新的神學體見 但是你問我 我不是一個神學人 所以我沒有什麼新的神學體見 去建立一個新的教會論 所以我就很想做福音工作 我認為一個教會 或者香港需要的 就是一間很熱愛福音工作的教會 所以我們希望在城市裡 是一群不斷做福音工作的人 還是一個無場的教會 我希望無場 不過現實是我們都需要一個地方 擺東西、辦工作 這是我覺得 去向現實低頭的位置 那是一個需要的一個範圍 但是教會是一個群體 好像你下一張法官說 建立一個無場的教會 讓人進入這個群體 我們也分散出來 所以我們出來往港之後 其中一樣 我們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 我們很開心 因為我們 我們將堂崇拜搬到行人尊庸區 是啊 我們有一年每一個禮拜 一年 有一年 不是每一年 是有一年全年 後來 是因為各樣的事情 我們有時候 是一個月一次 一個月兩次 但是有一年 是我們每個禮拜都去的 每個禮拜都去 每個禮拜都去 其實你問我 我覺得教會很增長 為什麼呢 因為整條行人尊庸區 都是我的會友 還有很多新羅賓 沒錯 每個禮拜做過度會都行 我第一次做教會 那些人是擔著煙聚會 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你問我 我四面牆裡面永遠都不容許 有這樣的人 我去跟那個擔著煙聚會的朋友聊天 他說 我都是基督徒來的 我心裡面真的很感動 其實我們很知道這個城市裡面 很需要教會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需要一間這樣的教會 我打算去無場那裡 我打算去行人尊庸區 是吸引很多青年人 但是呢 其實是很多 勞虎大眾 勞虎大眾 以及以前做過教會的 是很多 很多 完了之後 就會走過來打招呼 我以前也做過教會的 是啊 是啊 我說 你以後每個禮拜都來這裡逛街 當然 有些真的會跟著我們 每個禮拜都來聚會 我又覺得另一件事情 雖然有些人流離了 或者是他有沒有一些生活原因 但是他能夠去參與一個教會 在那個地方 尊敗 他來幾遲 他的生命有什麼改變 唯有上帝 他知道 就是說 是不是要回教會 那個動作呢 他應該會有機會 神年民的 帶領 他能夠去到那個群體 但是至少我覺得 這樣他能夠在社區 城市裡面 公開地 去見證上帝 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我也看到很多生命的改變 是 是 更開心的是 我們不斷能夠 能夠回應神給我們的意象 因為 在街上做教會 頂之會當預言聚會之後 其實很容易熱愛靈魂 我們立刻就實踐 我們教會的方向 是 零轉隔離 跟你隔離的朋友 聊聊聊天 立刻可以做部門 沒錯 我們主要每個星期都在街上做無場教會 後來我們又遇到花月家大火 我也是開會 2011年應該是 2011年 還記得 我們現在燒到 舊樓燒到 樓梯通頂 那些板房 差不多有很多死傷 街坊有很多憂慮 擔心 因為有很多無辜枯枉死 有些人提出 要打齋超道 那時候 勾聖華牧師 找我們 我們說 不如我們下去祝福 祈禱祝福 我就膽粗粗跟著歐牧師去 但是更重要的是 歐牧師說 人行牧師我們要穿牧師袍 是啊 嘩? 穿牧師袍去花園街? 我真的沒有試過 但是那次我們就很好的體驗 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告訴花園街的商戶和街坊知道 教會是關懷他們的 在場的 當他們有困難有問題的時候 是會和他們一起同行的 我還記得 後來有些人可以嘗試去關心 有些機構 教會 很好的 後來我們幫很多街坊搬屋 因為政府批了石梨中轉屋 給那些需要 因為搬遷的住戶 我們也幫街坊搬上石梨 石梨上面也有戶石 很好的 所以我們就把那些帝兄姐妹交託給胡錫 希望繼續照顧 所以也打開了我們帝兄姐妹更愛旺角的心 所以祝福花園街幫街坊 成為我們教會 另一個展現在旺角社區裏面的工作 這件事也很難忘 沒錯 那件事延伸了很多祝福雙舖的行動 後來跟很多雙舖建立了一些關係 所以很開心 跟著就是不同的社區服侍 因為旺角很奇怪 旺角有很多公園仔 當你出來的時候 一個叫三國公園 對 很多的 你如果細心留意走旺角 你又發覺 在浪浪坊附近有些公園仔 來不來走過就有些公園仔 很有趣 我們在不同的公園仔 在那裏有很多細小的工作 我們下去跟一些長者聊天 關心他們 有時有些小朋友 我們都會在公園裡做一些兒童的工作 這些工作主要是我們 星期日結束崇拜 我們就一起出發 就散在不同的公園 三幾個一個公園 三幾個一個公園 希望每一個公園 我們都能夠關心服侍 為他們祈禱 那是多特別 旺角區的禮拜仁很受祝福 很開心 很開心 所以 靠在公園裡面 密釋了很多不同的長者 所以到年尾的時候 我們都跟他們來盤賽宴 復音的報道工作 接下來就是不同的街頭報道 火車橋是我們其中一個很喜歡的位置 因為那裏是很多人來來往往 人人天橋 而且那條橋也很寬 所以在那裏做報道也不會太阻 因為有時在旺角的街頭比較難 有空間可以跟人聊天 但是火車橋那條行人路比較寬 所以大家可以稍作停留 有些分享 聊聊聊天 可以關心一下 很開心 聽見成福的誕生 就是對教會的使命 和教會群體的反省 亦都是 不經不覺十三年在旺角區 神帶領的成福都有不同的階段 我自己都親身見證了很多的教會 和成福一起攜手去愛這個地方 我們今天在這個城市裏 我們實際在教會 都要去想 我們在社區裏面 我們的福音工作 有沒有去到在群體裏面 當然每一個教會的模式 或者歷史都不同 但是今天我看到 想從許牧師分享 成福的發展 讓我們看到 神有使用一個群體 去實踐福音的使命 而且在城市裏面 好像聖經教導 作業作光 今集很感謝許牧師 下一集我們預告一下 是唐會的變陣 大家密切留意 成福在面對現今的時代 如何變陣和改變 我們到這集為止 多謝許牧師 我們要跟大家聊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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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